奥托76毫米舰炮是意大利奥托梅莱拉公司研制生产的海军舰炮 由于该舰炮射速高 体积紧凑 适合在中小型舰艇上使用 且同时兼顾防空反导和对陆攻击能力 成为了各国海军广泛使用的舰炮 被誉为舰炮中的AK-47 那么本期视频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款影响了意大利海军半个世纪的中口径舰炮吧 奥托76毫米舰炮是西方海军界大名鼎鼎的舰炮 在海外的知名度丝毫不亚于甚至是高于俄式的AK-176型76毫米舰炮 两者都是76毫米舰炮中的出类拔萃者 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冷战格局下 由于反舰导弹对水面舰艇威胁的日趋严重 世界各国中小口径舰炮的发展重点 渐渐转向加强防空反导能力上 其中的意大利海军在使用中认为 对于中小型舰艇来说 以当时的火控技术 127毫米舰炮口径太大且射速太慢 难以胜任精确且连续的反水面压制任务 其防空战能力对于新型喷气式飞机来说 聊胜于无 而40毫米口径舰炮虽然体积紧凑 射速高但是威力较小 射程太近 根本无法胜任反水面压制任务 于是意大利海军就与奥托梅莱拉公司签订合同 计划设计生产一款射速精度威力 试装性更为均衡 且具有反水面防空能力的中口径海军舰炮 而根据以往的研究和使用经验 他们认为76毫米口径是多用途火炮的最佳口径 按照奥托梅莱拉公司的设想 新舰炮将作为小型战舰的主要装备 而在大型战舰上将成为次要的武器装备 1960年 首门试验型舰炮交付给意大利海军 并安装在F551护卫舰上试验 这门舰炮在试验中 暴露出了抚养机构和制退机构不可靠问题 在重新修改后 1961年单管76毫米舰炮研制成功 次年就安装在了意大利海军新舰程的卡罗贝尔加米尼号上 并定型为奥托76毫米舰炮 也被称为76毫米MMI 该舰炮总重为7500公斤 全长7.279米 其中炮管长4.724米 也就是62倍径 口径为76毫米 发射速率为85到100发每分钟 最大射程约20公里 炮口出速为914到925米每秒 供弹方式采用80发弹夹供弹 在其服役之后 它凭借体积小 结构紧凑 射速高 以及全自动化操作 获得了意大利海军极高的评价 仅仅5年之内就获得了84门的订单 甚至意大利同时代和1963年往后建造的各种舰艇 都要安装了一到六门该型舰炮 76毫米MMI舰炮的巨大成功 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注意 于是 奥多梅拉拉公司在1964年 开始与希德以色列展开合作 就此开启了舰炮的魔改之路 先后发展了紧凑型快速型和超速型三种 其中紧凑型舰炮相较于常规型号 体积和重量都进一步缩小 维持在了8吨左右 它甚至能放在快艇上面 足以见得这型舰炮的结构之简单和重量之轻 同时 射速炮口出速和射程都有了进一步提高 并在随后建造的新型舰艇上被大量使用 与海麻雀鱼叉的搭配是极为经典的组合 毕竟冷战时期 各国并未开发出适合防空用的快炮 因此奥托76毫米舰炮 就成为了西方战舰防空火炮的最佳选择 当然 类似快艇那样的小舰艇 能携带的弹药有多少就不清楚了 但是用持续火力换输出 好像也不错 至少可以威慑一些不长眼的对手 而速射型 是奥托梅拉拉公司在紧凑型基础上改进的 改进重点是提高发射速率和精度 要求发射速率达到120发每分钟 该型舰炮在1984年的 莫斯塔尔海军展览会上第一次出现 并从1985年开始 速射型号便开始进行了陆上试验 类似架在坦克底盘上给陆军充当防空车 1988年4月 该型舰炮在意大利海军的勇敢号驱逐舰上 进行了海上试验 在这次海上试验中 奥托76毫米舰炮的射速成功达到了每分钟120发 而之所以能有如此高射速的原因 是其独特的冷却设备 冷却设备可以对最容易发热的炮尾钥匙 液压系统和炮管进行冷却 它采用的是水冷方式 冷却液可以迅速的带走舰炮各系统散发出的热量 从而确保舰炮在高射速状态下保持适当的温度 最初的标准版的射速高达每分钟85发 改良版后的速射型 其射速更是高达每分钟120发 甚至更多 并且由于三者的结构基本相同 所以它们的主要部件是可以互换的 另外 奥多梅莱拉公司还曾以每制127毫米火炮为基础 成功研制出了127毫米紧凑型舰炮 同样相较于每制MK422型舰炮 在可靠性紧凑性和射速自动化等方面都有极大的提高 也是从这时开始 火炮便成为了异式舰艇设计的最具特色的组成元素 如1973年复役的勇敢级驱逐舰 满载排水量4500吨 堪称是意大利多炮塔神教的巅峰之作 其舰手AB炮位安装了两门奥托127毫米舰炮 舰中安装了4门76毫米紧凑型舰炮 又或是20年后1993年复役 现仍在意的德拉帕尼吉驱逐舰 满载排水量5300吨 其舰手安装一门127毫米舰炮 舰桥两侧安装两门76毫米舰炮 机枯上方还安装有一门76毫米舰炮 足以见得意识舰艇的多炮塔特色了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奥托梅莱拉舰炮系列已在20多个国家 30多种舰艇上使用 总生产数量近千门 可谓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款舰炮 同时意大利坚信 奥托76毫米舰炮在防空战能力和反水面战能力上 是射速与口径的完美折衷 甚至在反导能力上 对反舰导弹的拦截丝毫不逊于进程多管机炮式防御系统 而且奥托梅莱拉76毫米舰炮也在跟随时代进步 为了满足现代船舰对于隐身性的需求 21世纪的奥托梅莱拉76毫米舰炮更是推出了采用隐身炮塔构型的改良版 并在新加坡海军可谓及护卫舰上得到了使用 奥托76毫米舰炮采用了无人化设计 其装填方式为全自动 在弓弹器具上则是三组圆形弹舱为其提供炮弹 总共是115发炮弹 炮台采用的玻璃纤维材料降低重量的同时 还对风浪和辐射沾染有很好的抵御能力 炮塔后部设有检修舱口 抚养机构包括有反后座装置 通过两部助退机和一部附近机相接 磐式输弹机包括输弹机和抛壳桶 通过一个滑块联动装置与反后座装置相连 骨型旋转机有液压传动装置予以控制 接受百弹币送来的炮弹 并将其送进至近弹机 供弹洋弹系统和旋转弹鼓位于主甲板下面 由液压电机控制 弹鼓内炮弹呈直立摆放于四周 供弹时炮弹随着弹鼓的旋转 足够的移向位于炮左侧的螺旋扬弹机 炮弹经扬弹机被提升到炮塔平台上 两个交替摆动的摆弹臂轮流将炮弹送入进弹机 进弹机相当于中转站 它迅速把炮弹送至输弹器内 此时炮弹即刻处于待发状态 而该型舰炮所使用的弹药大多是20世纪研制的新型弹药 有MOM型近战引信预制破片弹 半穿甲增程弹和制导炮弹等一些常规76毫米炮弹 多种弹药的搭配也让该舰炮可以兼顾对舰攻击 对陆支援防空阻挡来袭的反舰导弹等多种任务 如在对付空中快速飞行或略海飞行目标时 它可以选择使用MOM型预制破片弹 该型弹弹体外壳由特种高质量钢材制成 弹体内侧臂布满3000个0.5克的立方体无块 内枪装满A3高能炸药 为了提高破片飞散密度 弹体内枪设计成底窝状 使弹尾侧的破片数增多 破片飞散更为集中 从而提高了飞散密度 而在对付舰船按上目标时 则会选择使用半穿甲增程弹 该型弹是在半穿甲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而除了常规炮弹外 奥托梅莱拉公司还在2000年出台的 斯特莱斯研发项目中 为其研制了一款名为DART飞镖的制导炮弹 来提升其在5000米距离上 拦截反舰导弹的能力 飞镖炮弹结构上 从弹头制弹尾分别为3A加进炸引信 压势舵及控制机构 预知破片战斗部 弹拖 电子装置 无线电频率接收器和尾翼 是一种刺口镜波束制导炮弹 可进行40G以上的机动 最大射程8公里 射击出速可以达到1100米每秒 出航后 无弹拖全重3.5公斤 主要用于打击来袭的海上目标 目前 该炮弹已经随着奥托76毫米舰炮 装备在了意大利安德雷亚 多里亚籍新型驱逐舰和加福尔号航母上 标志着世界上第一型 以防空反导为主要使命任务的制导炮弹 已成为现实 在此之前的制导炮弹 均是以打击岸上目标为主要使命任务 按照斯特莱斯系统的指标 其单次作战发射炮弹的数量 将从10到20发降低到3到4发 与导弹反导方式相比 飞标制导炮弹的作战成本低 全寿命周期费用低 作战反应时间短 与小口径进程反导舰炮武器系统相比 飞标制导炮弹 可将反导拦截距离扩展至5000米 总的来说 奥托76毫米舰炮 在经历过不断改进完善的过程后 已经算得上有史以来 最成功的一款舰炮了 尤其是在当今各种导弹 火箭弹满天飞的时代 奥托76毫米舰炮 依然能够在军火市场上 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这足够说明 这型舰炮的威力之强 性能之优秀 对比其他舰炮 如AK176 明显是奥托76舰炮 有着更高的准确性 虽然炮弹出速和射高 相较于AK176稍逊一筹 但是紧凑型的炮身 加上弹簧式平衡机 可以弥补这方面的劣势 况且意大利对于 奥托76毫米舰炮的弹药 也是下来了足够的功夫 炮弹也在根据时代的需要 而快速更新迭代 未来这型舰炮 也不会被时代淘汰 而是跟随人类海军发展 继续向前进 好了 关于奥托76毫米舰炮 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介绍不足的地方 欢迎来评论区讨论留言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